東京青海奧運村在7月13日正式開放 來自各國的運動員已開始陸續入住 有的房間外已開始懸掛不同國家的國旗了 據日本奧委會介紹 奧運村裡共有21棟住宿樓 奧運期間大約有1.8萬名運動員和官員入住 由於疫情的影響 奧運村內還專門設置了發熱門診和病毒監測站 已被不時之需 所有入住者都必須接受嚴格的檢測 他們的行動也受到限制 幾乎斷絕和外界的接觸 除了奧運村 東京奧運媒體中心也在7月13日 正式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開放 媒體中心設在東京國際展覽中心 據悉 比賽期間預計將有多達6,000位媒體人在這裡工作 可以想像比賽開始後 這裡會是怎樣的一片繁忙景象 同樣的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媒體中心也會執行嚴格的防疫措施 所有經認證的人員在進入大廳之前都必須接受安全和體溫檢查 在工作大廳中 組織者還用透明擋板將工作區分割成一個個工作站 日本的細緻防疫工作讓外國記者感到安心 還有十天 東京奧運就將開幕 讓我們耐心期待精彩的賽事吧 新唐人記者周祺綜合報導